今天又知秋为您带来 1月19号的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克星的新闻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 1月12号报道 为周末新兵 美国陆军已经将其最高入伍奖金 从4万美元提升到了5万美元 试图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干扰 吸引新兵填补关键岗位 但据悉只有承诺在某些高需求领域 服役6年的技能型新兵 才有资格获得最高奖金 我们再来关注两颗新的新闻 路透社1月18号报道称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 在议会发言时表示 英国将向乌克兰出口轻型反坦克武器 以用来防御 他补充道 第一批系统已经在17号交付 尽管俄罗斯多次否认 西方和乌克兰就侵入的指责 但基辅和西方国家 仍对俄方在乌克兰边界附近 加强侵略行动表示担忧 继续来关注三克线的新闻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1月18号报道 匕首高超音速系统 在北极顺利完成测试 飞行员演练了空域巡逻 并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俄军目前唯一的匕首运载工具 米格31K兼机机参加了测试 据悉匕首高超音速航空导弹系统 可以攻击地面目标 但首先对付的是 敌军的舰艇战斗群 我们再来关注四颗新的新闻 据岛内媒体1月17号报道 太空军一架F-16V战机失事 飞行员丧生 事发前 有航迷拍到战机飞行姿态有异 外界怀疑 飞行员可能因不明原因昏迷 甚至失能 报道称 传闻失事战机事发前一天 曾发现机舱出现有毒气体泄漏 警示灯亮起的情况 但太空军称 亮起的是紧急动力机灯号 经确认是误闪 对于太空军的解释 由岛内网友心存疑虑 花了千亿买了个灯号误闪的产品 防务部门不需向美方追责吗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17号报道 15号搭载20枚三叉戟弹道导弹 和数十枚核弹头的内华达号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驶入位于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 美媒称 这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罕见现身关岛 俄媒指出 关岛由美国领土上 距中国最近的美军基地 距台湾地区不到3000公里 美媒分析称 此举是在印太地区局势 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美国向其盟友和对手发出的信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军情报